中文字幕 李宗盛 來,你幫我遞過來 來,你幫我遞到,我遞完了 拜拜 拜拜 這邊有一把 這樣比較弱一點 留下喔,先給你把他擺 好棒 這個擦票是你揹的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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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老闆,請問你今天生意的 今天 算是以禮拜五來講 算是比較淡一點點 因為天氣比較冷的關係 是因為 天氣比較冷一點的關係 其實今天風很大 不是,希望不要自責 是這樣子,對 風很大,然後就造成 其實這邊只要風一大 就別人就不會想要停留 這邊又靠海 是蠻不方便 是蠻不方便的 一般來說這邊還有街頭藝人 這個時候 請問一下,你為什麼會叫做咖啡牆 其實這個是我 一個丑友幫我取的 就是 因為我名字叫阿強 他們就叫我許強 我姓許,他們叫我阿強阿強阿強 那個時候我們在取名 那個時候我在想名字的時候 其實我一直都沒有想到 一個就是 具有代表性又有意義性的一個名字 想要找一個與眾不同 然後想要名字就可以想要攤子的一個這樣的名字 所以 我原本在我當兵的時候想說 你擋車,就是摩托車嘛 很少人做這樣的東西 我原本想要取什麼極速的愛 這種很中二的名字 然後後來就都沒有用 然後後來他會跟我講說 要不然你叫咖啡牆阿 就是牆壁跟鞋 你可以用一個就是 紅磚磚牆那種 會是那種概念 欸,好像可以 所以就一箱呼音 所以說其實 牆就是我綽號的一個這樣子的一個字尾 然後 可以告訴大家 你平常都在哪裡出沒嗎 平常喔 如果是 如果是禮拜一到 呃 我的 我的 我的地點其實蠻多的 就是我大概 我有四個地方 那 其實大家都可以到就是打COVID 就是咖啡牆COVID JOHN的一個 這樣的粉絲團 我都會自頂 自頂在一個第一個留言 所以如果要找你不確確的心中 其實 是讓你的粉絲團 上我粉絲團就是馬上可以看得到 對對對 就是按只要就是按追蹤 其實第一個留言 他就是 我有把我的那個 營業地點 置頂在第一則 像你這個樣子 這個樣子來 有什麼樣的事情 是讓你比較少 事情讓比較少 印象中 有 很好笑 以這邊這個地方為例 好了 其實我這個地方是有點像是 就是那種交魚廳的感覺 因為其實這一條啊 這個地方其實很很妙 就是它其實 除了平常有一些人在釣魚以外啊 那很多人會把這個地方 當作是一個有點像寂寂 就是有點像是寂寂 寂寂的一個這樣的地方 對 那很多人會在這邊就是坐著聽歌 然後想自己的事情 當作一個步道 那邊可以看海 那曾經有一個客人 坐在我這邊 對 然後坐在那邊 然後他就跟我點了一杯手沖咖啡 然後就好 我就坐了 結果他喝著喝著喝著 就跟我點第二杯 我就想說 嗯這個人怎麼 這樣坐很久 他坐很久 大概坐了兩三三 三 快四個小時 三快四個小時 結果他邊喝他就邊哭 就是 頓時間 那個世界就是他的世界 他在那個情緒中 那我 我心裡面就是想說 欸我小攤販我何德何能 可以給一個 一個這樣的人 那有一個 就是這樣在這樣的一個地方 可以給他們這樣的感動 那我覺得 我這邊 能給他們有 那一種感覺 跟那一種環境 應該是你加了洋蔥在咖啡裡面吧 不 不是洋蔥 不是洋蔥嗎 不是洋蔥 我想 最後都是說 是洋蔥 不是 那我這邊 製作咖啡的 沒有跟食神車上 其實已經夠冷了 我還要讓你冷上加冷就對了 就 就其實對我來說 這個 其實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像 像你用泡沫車 對 要載這麼多東西 你 難道沒有 倒數 跌倒過嗎 這個在 這個 我送好了 跌倒過嗎 有 我有一次很挫折 就是 就是 在烏甲夜市的時候 那那陣子就是沒雨 因為我這個灘池是九月中 落成這樣子 那陣子其實還滿 滿長下雨的 在高雄 滿長下雨的 會失能這樣子 對 然後 那 所以那陣子其實只要出灘 那我這個 這個 我這個 我這個灘池其實基本上是不太能防雨的 它只要去 它 就算你有撐傘 它其實還是會從 旁邊這樣側樓 那 對我來說 我只要出去 你只要沒有擺一天 那就是少一天的一夜了 這個不像是 這個不像是 你去外面公司做這種 你可能就是 去 可能還有保底之類的 這個沒有做就是沒有錢 沒有做就是沒有錢 那對我來說就是 我就是會 我會得失心很重 我會覺得說 那我 我追著我的夢想 我照著我想要去走的這條路 我做到了 可是 我其實從來都沒有想過要放棄 我從來沒有這個念頭 我從來沒有這個念頭 我只是覺得說 那我應該 因為我已經衝了這一步了 我就只能往前了 那 我沒有 第二 但是我沒有第二個選擇 因為這個就是 一直我要走的 這個 這個 最終 最終目標的一個 的 第一步 對我最終目標 是要 就是要做 比如說像青年旅館這樣的 這個 然後一樓是咖啡店 我一直朝著 我目標做前進 那我 所有在職業中做的工作 全部都要為我做今天這樣的 做打底 對 所以我從來沒有想過 我失敗我要回頭 我在做什麼工作 沒有 我從來沒有這樣想過 我只是覺得 遇到事情 我就應該怎麼解決 我必須要鞭策自己說 就是 如果哪邊吃 我哪邊要修正 所以你從事這一方面 是你本身所學 還是 興趣使安 興趣使安 完全是興趣使安 我本身不是學本科系 所以這個算是無私助攻的 也不能這樣說 也不能這樣說 因為我在帶著職業生活中 我的職業過程中 那些 那些我的長輩 那些我的前輩 那些都是我的老師 那 對我來說 我想要學手衝 我就去找有手衝的典家 我想要學賽翁 我就去找有賽翁的典家 我的 我的意圖很明顯 我就是來這家店 我就是要選東西 要不是非賺錢 當然賺錢也是很大的因素 但是 我希望能力舉量得啦 就是說我那個賺錢過程中 我還可以為我這個部分 做一個基礎 可是其實像你的樣子的話 會不會犧牲你很多騎車的時間 騎車的時間 呃 勢必一定會 我之前 我是個很熱愛騎車 很愛跑山 然後 我好像有約約 就是 畫 畫 不用第二句話 我就會直接衝的人 像我們坐高雄 其實去肯定是很近的 我們很常 動不動的跑肯定 很長 那陣子很長 那現在其實基本上我們都出社會了 到一定的年齡 那其實 所以可能是 就是說 對騎車的樂趣你還是在的 但是 你現在必須要為你的事業區 我想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說 呃 這些騎車的人 可以因為就是 我可能在一個 騎車據點中 得到一個休息 一個空間 一個這樣的據點 我想要做那其中一份 一份子 對我來說這樣就 也可以算是說殘疑這樣子 像 像今天禮拜五 我們每個禮拜五 呃 不一定會在這邊 但是我們基本上每個禮拜五都會有車具 都會有 都會有 我們輕打車的車具 是屬於我們高雄 呃 南部 南黨 一個這樣的車具 那這個地方就是 我剛落成的時候 因為其實我也自己在裡面 已經更生 跟很久的人 然後他們就是想說 會來這邊聚 車聚 那對我來說 這個就是一個很好的 一個 聚點 一個 一個空間 因為來這個地方 它什麼都沒有吃的 也沒有辦法 你有沒有地方坐 那這個就是一個很好的群聚效應 那這是我想要呈現的東西 對 一樣嗎 一樣 一樣什麼 我忘記不好意思 我椅子要拿起來 喔 喔 什麼東西 這個 這個東西嗎 那我要喝什麼 你要 你要喝 奶 奶奶奶奶茶嗎 冰的嗎 那什麼奶 呃 焦糖嗎 啊 巧克力嗎 啊普通的嗎 伯爵嗎 可以接受嗎 泰菲 泰菲 啊就是焦糖 泰菲 就是焦糖 兩個字是不一樣 啊 對不起 啊我的錯 你寫給我看嘛 好好好 這一次這麼冷 你也是要喝冰的 是嗎 我要喝冰的啊 你為什麼要這麼執著冰的呢 這是個人生的一種執著 執著 所以基本在這麼冷 你還是會喝冰的 還是喝冰的 你沒有喝熱的一天 所以感冒了你還是 我大陸在下雪 我還是喝冰的 可是他們會提供嗎 對啊 也是有冰塊直接拿現成的 對啊 後來我不是老做 我要拿椅子的啊 呃 三十 這麼兇啊 我不要吃 四十 四十二十三 四十四十五 十六 十七 怎麼今天那麼冷 等一下他們就會來了 呃 呃 豆子自己烘自己補 就是現場 這邊一定要 咖啡 所以一定要現磨 很多人 其實 用咖啡粉它的新鮮度 就算你裝密封官 其實它在磨的當下 它已經 喪失了它 一開始的新鮮度 所以咖啡這件事情 我非常非常注重新鮮 就是一定要現磨 我很 我要求一定要現磨 我會注意到你在弄咖啡的時候 你不會去聞那個味道 對 為什麼 那個味道是一個 的處決於就是你 當你在注水的時候 當你在注水的時候 那個水 那個水在包覆的咖啡那個粒子 它會釋放出前去方向 然後我是用那個味道來評斷說 喔 這一注水已經沖得差不多了 我在下第二注水 它造成水流勞動 然後建議在萃取 我是靠味道去辨識 我要決定什麼時候要注水的 是這樣子 是這樣子 欸 你剛剛 我知道 說 這個 會讓你印象深刻的事 對 你剛剛說的是 有客人在這邊 流淚 流淚 但你還沒有說 原因是 我就也沒有過問了 其實當一個女孩子 其實他跳海了嗎 他沒有跳海 當一個女孩子 他在 就是 他在屬於他自己的世界的時候 其實 你只要訂一個衛生紙 他就很感動 真的是這樣 這個是真的是這樣子 OK 這個是你 在這邊的 我是說 你個人的 個人 對啊 譬如說你剛剛不是說 你曾經 喊救命嗎 喔 你是說 你的車子不是跌倒嗎 喔 倒車是不是 喔 我那台車倒三次 這五個月內 我倒過三次 對對對 對對對 然後有一次 對 有一次還在大雨中 那 那真的是很乾 那是很客奈 我們 這個車子其實 雖然 雖然它機動性很強 但是 其實選用這種擋車這樣的做法 它很 它 其實它 很容易倒車 而且倒車的話 它安全感其實 沒有四輪 那種 胖卡 這麼有安全感 對 所以說 其實它是很仰賴這種行車技術的 所以 你說 你在大雨中 喔 倒車 我還要靠 你臉上是魚還是累 我也分不清楚 那是魚還是累 可能是唾液吧 對 這類的東西吧 就是有人幫我啦 其實我 我都遇到很好的人 我都是 就是如果倒車 或者是中間什麼 還有一次 那不算倒車 還有一次是 我後面其實是有拖冰桶的 我的這台車後面有一台 有一台拖型車這樣子 然後 有一次我在急彎 就是要彎的時候 它因為那個離性力的關係 造成它後面的冰桶翻覆 那也是隔壁附近的店家 就趕快把我撿東西 那 就是 我覺得 很多人說台灣最美麗的風景 是什麼三寶 可是有時候我真的覺得 真的是人啦 對啊 是不是 嗯 不是這 台灣人其實蠻有愛的 南部 所以你現在做什麼 我現在正在家了 因為我這個電池 它沒有電了 所以它沒有辦法靠 就是轉換 12V轉換110V的 這樣的供電量 來供應用電熱 所以說我現在正在用瓦斯的熱水 再把它去 再 再 用一些保溫品裡面 讓它都是熱水 可以像這些 裝備 這些裝備 其實是 這些裝備其實是我在 這個 其實我的工作 我在家裡面工作 是很早就開始 在收集這些道具 我並不是 我並不是 我並不是因為我要做 這個 攤子 我就一次買足 這麼多設備 不是 我是很早 有些東西就是我可能兩三年前就買的 是陸陸續續的收集的累積這樣子 對我來說這間店是 我有了這間店之後 我把我工作室的 大部分的東西都直接移植過來的一個寫照而已 基本上是這樣子 所以是陸陸續續買的 好 來 歡迎試喝 對 我很早就開始喝 所謂 這種單品 單品咖啡 單品這種東西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很神奇 咖啡很神奇啦 就是 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飲料 它可以促進 就是 可能上午好友坐下來 然後聊天 或者是 一個人心情不好的時候 我可以點一杯 然後再跟這個 吧台的人去聊天 然後我覺得 這是一個很大的享受 那 一種咖啡 可以同一支不一樣的產地 不一樣的國家 它可以延伸 除了都是咖啡 但是完全不一樣的味道 這我覺得 它很 很有魅力的一個 一個因素 那我很想要懂這個東西 我再慢慢去看書 然後慢慢去了解 慢慢去玩它 我其實都一直有這樣的想法 不過真的要做得到 其實真的還是蠻 蠻有一定難度的 因為 自己也跟 其實這件事情 我必須不敢跟家人說 欸 家人是蠻擔心說 其實光 光 光參加 而 光參加2017年的清淡大會師 誰要去嘉義這件事情 其實我就不 不怎麼跟他們說 因為他們會覺得 就是 因為畢竟嘛 這麼大台一台車子 對啊 很多事情都是自己一個人來 自己一個人來 一開始家裡是很不同意 就是說 你要做咖啡這一塊 他覺得說 你畢業好 找一個正常的工作就好了 一直不諒解 我的堅持 是多麼的堅持 實際上我做出一個這樣的規模 他們就 真的才 學了說 喔 那他真的是認真的這樣子 我 我之所以要做一個 這樣的給別人看 是因為 我真的要把一個東西做出來 而不是只是普通的那種 可能很簡單 很簡陋 很簡陋都可以做的 的 的東西 對 所以 我下一步的計畫是 我下一步的計畫是 準備 在五月底的時候 我會開 我會有我自己的店名 我想說我這個 我想說我這樣的一個 營業模式可以被大家複製 然後來達到 大家都是可能 可以在任何一個角落 任何一個地方 隨時 有些結合APP 跟定域類的一個這樣的系統 就是隨時可以在一個 所謂街頭的地方 這麼開放的地方 然後想說一杯 呃 還蠻有質感的好咖啡 是這個樣子 所以你有可能 不見的只是 用這樣的 行事在 對 我希望 我希望我的據點 都是屬於機動性的 隨時可以移動的 然後我希望我的構想 是可以被政府看見 然後可以效仿 就是 我希望說這樣的理念 可以效仿像美國的這種 呃 比如說領域 那種營業 呃 攤商營業執照 這樣的方式 那讓 政府去嚴格把關說 這樣的一個形式 你合不合格 呃 你 如果說不合格的話 就打掉 不要造成所謂就是 非常非常凌亂 然後非常就是 誰都是攤商 我希望這個東西 這樣的攤商的部分 可以是有系統化的 而不是 只是 就是 不管做得好 還是做得差 呃 高級不高級 呃 今天其實要創業最大最大的一個 的阻礙其實就是 電阻 就是電阻 就是電阻 大部分都是在高雄 目前我已經離開 路前我已經騎過 大部分在高雄沒有錯啦 那目前就是如果說 有一些活動是外線式的話 依照我的自己的判斷 決定 適不適合 該去 這樣子 2017年是嘉義 對 然後就是也是去了 所以你目前最嚴重 嘉義 所以如果是要騎這台車的話 是到嘉義沒有錯 對 不過開店第一天 我是把我一些東西 是裝在冰桶裡面 直接上台北大佳河冰公園 去販賣 所以你到過 我到過大佳河冰公園 去販賣我的東西 奶茶類型的 裝罐然後這樣賣 那不是騎車嗎 不是騎車 那騎車最遠就是在嘉義了 所以你自己也有在賣豆子 就是因為你說你爸 台北大佳的販賣 對對對 那是賣什麼 那台北販賣 是我自己製作的 就是一式伯爵的些奶茶 就是這也是我比較 這也是我在就是 呃 制壓過程中學到一個配方 那我覺得這個還蠻好喝 也蠻夯 那我希望說我這個台北販 不是只有提供咖啡而已 而是 不管大人小朋友 他小朋友經過 因為這個場合 是人人都可以經過的走道 人人都可以到這個地方 那 那 那 其實我有各種客員 那所以說我就需要準備各種客員 可以喝的東西 是這樣子 我今天有看到你在 那就是 那你是在 出場的 是 是 所以你怎麼會在 一個傳統的市場裡面 其實是這樣子 就是 呃 我其實都一直 就是客人 客人其實都會問我 然後我都會跟他們講 我為什麼要做這種方式 是因為說我不希望所謂的 呃 咖啡 會侷限於說 什麼地方不能賣 什麼地方可以賣 我覺得這樣的一個東西 我希望可以普及化到 大家都可以很平靜的去接受 這種有質感這種精品咖啡 對 所以市場那邊的朋友 那個市場 其實擺過之後 我才比較有嚇到 就是說現在的家庭中 以南部來講 北部 中北部我不曉得 在南部來講 其實越來越多家庭 是自己有磨豆機 會買豆子 自己回家做手沖 或者是買 全自動咖啡機 或者是美式咖啡機 自己去沖煮咖啡 泡咖啡 這個有越來越多的趨勢在 所以說 市場讓我看到 是這個樣子 那我覺得 呃 國人 在台灣這個地方 真的越來越多人在 在品 在品嘗這樣的東西 這是我自己覺得 這個市場還在發展的原因 雖然很多咖啡店 以及市場有很多咖啡店 大家都說這是紅海 所以說 我覺得這樣的一個 以這樣流動方式的話 其實 目前來講 還有很大的空間可以進步 在裡面 在裡面 封面 不會 光臨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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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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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